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6号星期五 大家好 从香港事件一开始 我们就说香港事件最好 我们能够定一个目标 一个短期目标 只要目标达到之后 我们迅速结束它 大家就回家把事态平息下来 千万不要像六四那样 没完没了 最后闹到不可收拾 让一些心怀叵测的人 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的人 从里面得到一些 他们想要的利益 好不好 反正不管怎么样 在7月24号的时候 北京国防部发了一个记者会 有记者就香港形势提问 中共中央国防部会如何处理 中国中央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诚 说香港的事件 现在已经挑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说关于香港问题 在香港驻军法的第三章第十四条 有明确规定 我说是实在的 我看了这条新闻之后 我有点震惊了 我当时我觉得这是真的吗 真的要这么说吗 结果我去找到了 这是当时吴谦说这段话的 这个现场的录音 这个就是中共中央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我会把这段视频的链接搁到我视频的下方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绝对是真实的 我没有想到 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 中共中央国防部就把这个话喊出来了 喊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也承认他没有明确的把第三章第十四条的内容说出来 但是他已经明确的指出来的这个了 对不对 我想凡是懂的 你知道什么是第三章第十四条了 你就明白吴谦在说什么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特区驻军法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 香港政府根据基本法规定 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经中央批准后驻军将依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动 由香港驻军最高指挥官获其授权的军官指挥执行任务 那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是说按照国防部的观点 就是说目前香港的事态已经发展到 只要香港政府依据基本法的规定 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援助的话 那么驻港部队就会出动 来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这个话 我想任何一个人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自己可以上网去搜香港特区驻军法的第三章第十四条 是不是这个 好吧 当然他这话一说出来 那吓坏了 那等于就是说要动部队了 对不对 好吧 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陈国基 马上就要出来表态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好 你这么说这个吓死人 对不对 整个不光是香港 整个全世界都关注了 国防部的发言 因为你要明白你不是一个一般人 对吧 你要是就咱们在这说着玩可以说第三章第十四条 你是一个中共中央国防部的发言人 然后是在北京国防部对外记者发布会上说这个话 对不对 好 香港行政区长官陈国基马上表态说香港政府无意请求解放军依法协助 我说你别来别来打住啊 你可千万别给我搞这个事啊 好 然后呢 这两天又又得到一个消息啊 说中共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基金钢铁先锋号在7月22号发布消息说说第七十四集团基金已在广东省 这是湛江湛江湛江市那个的这个训练场举行了一场突发爆恐情况处置演练 此次模拟演练是为了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啊 那有人就认为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一种威胁就是七十四军已经在广州就是说这准备了已经做做演练准备好随时准备动动呢 那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国防部说的它是根据香港驻军法也就是说经中央批准后是香港驻军将依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动 那么也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不会从广东派部队过来的 不会掉的 不会掉部队 只会动用香港的驻港部队 这个是依法的 如果从广东派部队就就不是按照这个香港基本法了 那可能那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其他的法律法规 而且呢 说实话 呃 中共中央呢 驻港的部队呢 现在差不多在一万人左右就上下左右啊 没有一个准确的受识打算大意就在一万人左右 说实话啊 只要中中央军事委员会给了命令就指示香港部队这一万人实际上是足够了 我认为没有呃 在从广东再派部队过来的必要 我说猫着猫着良心说啊 我说实在根本现在都没有必要动用驻港部队 实际上你只要放开手脚 如果林郑月娥或者中央给做主放开手脚就让香港的警察武警上去 还有他那个叫什么 什么那个速龙小队 只要把那些人都放出来的话 没有问题 已经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 因为马路上所谓的暴民并没有什么暴民 也就是一帮学生 要不就元朗那帮那样的白衣人一帮黑社会 对不对 拿点藤条 拿点什么棒球棒 对不对 你这警察冲出去的话 你警察拿什么装备 他拿什么装备 你用得着动用部队吗 是不是大炮大蚊子 警察足够了 对不对 你只要放开手脚 警察实际上都不用运用这什么大规模杀身性武器 只要是什么喷点辣椒水 高压水枪 催泪马斯 橡皮子弹 这些什么电击枪 这都足够了 你打的就是一帮怎么说 说高一点也就是一帮黑社会 对不对 拿点什么砍刀棒球棒 黑社会 对不对 你就高压水枪里面掺点辣椒水一喷 基本上就 对吧 而且也没多少人 黑社会才到不就1000人 对不对 学生这帮真的我看就是说 心气比较足的 能够真的跟你干的 我看能够多少 几千人 对不对 绝大多数就是说 你这边真要是一镇压 马上就都吓跑了 对不对 那没有多少人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没有想到 国防部这么早就出来恐吓 而且我经常说 我说真的要怎么着的话 也应该到8月底等 北战核互议定调 现在这么早出来 我也很迷惑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马上上网去查 那段视频是不是真的 那视频证明哥们还真就说了 你说是吴谦自己 当时自己一个人 就是说激动了 兴奋了 说了我觉得肯定不是 他没这台 回来让他复原了 对不对 也不说整治 你们看你还发什么 想回家复原 这种话能瞎说吗 既然敢说的话 肯定还是中国中央国防部 给的明确的 上级领导给的明确的 给的指示了 对不对 我在想是这样 因为之前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如果香港事件发展到了 就是说人民解放军必要出动的 地步的话 那就宣告什么 就是宣告一国两制的彻底的失败和 结束 那么如果一国两制彻底失败和 结束的话 那么代替它的是什么 一国一制 对 也就是一国一制 那就彻底要收归香港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是说这个事态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中央的意思 干脆就把香港收回来得了 就不要再搞一国两制了 是吧 当年说的50年 看来大家等不下去了 22年 现在22年了 是吧 22年大家已经等不下去了 看这意思 可能就觉得要不算了 你就干脆回来得了 或者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他们看香港的这个事件发展的 一直没完没了的 他们就出来恐吓一下 也不是说想要真的去出动解放军 只是这样恐吓一下 他们就说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事件 给他事态稍微平息一下 我觉得当然你说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我在想什么呢 你看 从03年的时候 香港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商业游行 对 以至于到了后边的什么占领中环 占中 然后雨伞 抗议游行等等 到了现在 可以说从03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 每隔几年就搞一次 每隔几年就搞一次 我觉得中共受不了的 还不是说 不是说你这一次的反逃犯条例 或者反送中 这一次的事件没了 中共受不了的是你从03年开始 路续续这十几年的没完没了 而之前还有就是零领月娥之前 就是说要搞什么普选 然后反对零领月娥等等的示威游行 已经反反复复 实际上我们想想差不多十几年了 从03年开始就有 对不对 这么多年走过来之后 你觉得中共到底是对你这一次反逃犯条例 有点没有耐心了 还是对你就是说隔几年就搞一次的这种上约游行 没耐心了 我觉得都有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我们如果往好处想 我们觉得他就是吓唬吓唬 短短的吓唬吓唬 把这事压一压 但你如果往深的想 也有可能就觉得你这样不行 就是说我这一次我吓唬吓唬 就算把反送中反逃犯条例 这一次我对付过去了 你过几年你还得再给我来 不定有什么事 你又得给我再来一次 你说是不是 之前我记得雨伞那时候几几年 14年15年的时候 到现在也就三四年 你现在你看这个频率 差不多就这样 每三四年上一次 接闹一次 每三四年上一年闹一次 我觉得中央时候有点没有耐心了 就觉得没没熬 是不是 当然咱们揣测这个意思 我当然是像 就是说你说的是对的 就最好 就是说只是吓唬吓唬就完了 反正我认为目前来讲 根本没有必要冲动 冲动解放军 对 所以他就说 如果香港当局 你要说话 你说话了 我才 你要有要求才行 对 那么当时香港已经表态了 我们没有这要求 对吧 反正互相吓唬一下 好吧 咱们再说 因为咱们现在咱也不去揣测他们 咱不知道国防部或者中央到底是怎么样 对吧 而且我觉得说实话 现在不光是我们不知道 他们现在估计也没拿定主意 也先出来吓唬吓唬 对吧 我觉得北戴河会议上面可能还要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香港问题 习近平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拍板决定 他就是说如果要决定了的话 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说不是一个个人决定 他要把它做成是一个集体决定 对万一有了什么货是大家一起兜着 对吧 所以他肯定要搞一个就内部的一个投票 大家你们咱们一起说 出了事你们得一起兜着 别让我一个人来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大的情况 我还是认为要到8月底 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再说 今天是26号了 明天是7月27 727他们要干什么 要光复元朗 因为这次在元朗不难揍了 他们这次要组织叫什么 香港市民自卫队叫民卫队 组织民卫队 据说要组织3万人 然后去香港去示威 要把香港重新占领 因为他们认为 就是说香港现在被黑社会占领了 要把香港要把元朗光复回来 这一次警察也是非常反感这个事情 因为元朗这个地区 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区 这样子你如果3万多人过去那边闹事 跟当地是非常团结的 非常团结 一致对外 那么很有可能的就干起来 但是我要说一点就是什么 当地现在就我来看 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团结 为什么我这么觉得 就是何君尧 他的坟被挖这个事 就从这件事 我觉得已经看出来 就是香港内部本身也是分裂的 这次这1000多白衣人上街打人 实际上不光打的外人 据我所知很多的时候 他们就打的就兴起了 有点就忘乎所以了 把自己人也打了 弄的内部有很多人非常的不满 何君尧的坟 我告诉你 当然现在还没跟他出来 到底是谁挖的 但是我预言一下 我预测 我认为这个事里边必然有内鬼 我不认为外人就一帮 视为优行的学生 敢去元朗去挖人家坟去 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实在的那个地方 你外人去了去挖坟 要被抓着 你妈打死你 一点都不夸张 我觉得外人 首先来讲就不敢去 其次路也没有那么熟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要么就是自己人干的 要么最起码他是有内鬼 有内鬼接应 才能够干这个事 才能够这么 这么嚣张的把这个事干了 我觉得外人实际上是不敢的 那地方 我跟你说 那个地方是这样子 让我们看着很大 很乱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好像咱们 咱们初中是上学 你看有那学校 不是初高中 初中高中在一起 对不对 6个年级 每个年级可能10个班 每个班可能60个人 这一弄这学校 动不动就几千人 然后再加上什么师生 都算一块 搞不好 有的有可能就是七八千 甚至都过万了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然后校园也很大 前面有院 后面有球场什么的 对吧 很大的一个校园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这学校里只要进来几个 不是你们学校的 是别的学校进来的 很快全校都知道了 有几个外人进来了 你懂那个意思吗 我觉得地方就是那样子 就是说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你几个外人 一进来之后 马上就知道了 就知道有外人进来了 你懂吗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外人 进去干这个事 成功率很低 一定要有内鬼 就是说要么就自己人干 要么就有内鬼接应 要不然这事你干不了 所以通过这事 你就发现 何君尧 其实他是支持这次 白衣人打人的 给你们一个教训 对不对 那么之后 他给了别人一个教训 之后别人也给了他一个教训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元老内部是分裂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说你也不要污蔑黑社会 黑社会里边也有好人 也有坏人 也不是说都是那种丧心病狂的 有些黑社会 实际上是被逼无奈 走到这条路 他也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你知道吗 但他内心里边 还是有一点 就是说善良或什么的 有些人非常不满 对我这种说法 你怎么还不给黑社会说话 我实际实在的 六四的时期 六四的时期 就是说 很多大陆人往香港跑 还有他们拿船 用那种堵私的小船 去接从大陆接人过来 你知道吗 过来之后 很多人来了香港到地 你知道 就是说救他们的人 接他们的人 到香港 然后接待他们的人 叫什么人吗 黑社会的 当然说黑社会不好听 我们有的人就说 这样属于道上的兄弟 知道吗 就是说 或者按北方说 叫什么东北说 叫社会人 是不是 反正你怎么理解都好 有的人说是道上的兄弟 有的说是黑社会 有的说反正就是混社会的 不管怎么知道 但是实际上就这样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们都不好 六四的时期 他们还是仗义相挺 做了很多事情的 那么包括现在 现在香港的黑社会 实际上 据我了解 也是分裂的 有一些人是支持学生反送中的 今天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包括美国这边 好像是鸿门 你知道吗 美国这边有个鸿门 也是有点算是那种有组织的 算是那种道上的这种兄弟 有组织的 他们已经有发言人出来表态了 说是支持了香港的反送中 等于就是说代表我们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他们鸿门在美国有很多人 其实在香港也有一些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表态了 我们的人不许去打学生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上面 上面咱们就算是老大表态了 下面的弟兄要收敛 你们不许参与这个事情 就是说已经觉得 就是说因为元朗这个黑社会打针事件 就给很多的黑社会抹黑了 你明白吗 你看举个例子 你像日本 日本最有名的是山口祖 山口祖他们是不干这种事情的 如果政府镇压这种示威游行的时候 山口祖经常是回避的 山口祖他们经常就是什么的 在社会上做出来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善举 知道吗 有问题了 我们帮助老百姓 老百姓受欺负 我们帮助老百姓 老百姓有灾难了 比方说地震的什么的 我们还来发点食物 发点水什么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是轻易不会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日本的黑社会 它能够搞成一种社团化 就是说表面来讲看起来好像是合法的 是的 对不对 就是它非常的有底线 有一些事 就是无为无不为 有一些事它是不做的 明白吗 就是从黑社会来讲 它也无不为 杀人放火也都做 但是作为黑社会来 它也无为 就是说伤身害理的 不做 所以在这儿 我就希望呼吁一下 香港也好 元朗也好 一些黑社会的兄弟们 如果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你从事职业 职业咱就说不分高低贵贱 但是你从事职业 我觉得有可能是 当然我也别说你没有选择 有的人就有选择做了这行 对不对 好 但不管你选择做了什么行业来讲 对不对 这是一个挣钱的工具 但是做人的时候到了关键时刻 要有底线 要分善恶和对错 是吧 那么我觉得就呼吁大家 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而且然后呼吁这些帮派的 这些所谓的打牢们 这些老大们 我要说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杜月笙当年多牛逼 对不对 那么有名 全国有名的大黑帮 怎么样 他说什么 蒋介石就是把我当夜狐 弄的时候拿来弄一下 不弄的时候就踢一边去了 你要明白 现在有一些人在鼓动你们 可能有一点钱 给了你们一点应头小力 让你们来搞这些事情 但是你搞完了之后 我告诉你最后背黑锅的也是你 如果最后这个事件真平息了 然后如果就假 假如说真的猪港部队出动了的话 最后肯定要打黑猪 你没有意思吗 就是说我部队出动了之后 我不能光抓几个学生 抓几个学生 不是我部队出 不是我解放军出动了吗 抓学生 那么太丢人了 我只能说是什么 是这种是黑社会的 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所以我解放军才出动了 那么那个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一帮人来 背锅 那么谁背锅 黑社会 不是 黑社会 我刚才说的 黑社会有好有坏 不一定是黑社会背锅 什么人背锅 不知道 夜狐背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当地的黑社会想明白 要黑社会也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 也不要做那种夜狐行的 被人例如的 好吧 而且从香港的艺人的立场来看 也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分裂的 香港本地的艺人 他们就表明了他们的香港本地人都是分裂的 对 我现在越来越认为香港这个事件 现在就是中央也在举期不定 香港内部实际上地方的各个势力 派系 连黑帮里边 学生里边 政府里边实际上都是分裂的 对 然后里边 而且还不是说分裂成两派 我看这里边有好多派 互相在角力 有各种的利益的这种算计在里边 有一些是想自己得利 有一些还有点 我觉得有点损人不利己 就是说 我趁这个事把它干掉 就哪怕我吃点亏 我也能把它做掉也好 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 就这种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说不清楚 但是反正我希望真正的那些有实的 因为你一定要明白 唇亡齿寒 香港在香港维持着一个一国两制的话 你对香港的金融对经济来讲都有好处 香港如果真的完完全全被收归回来了之后 那么美国肯定不会再给香港这些优惠待遇了 那么香港到时候就跟深圳上海什么的 没有区别了 那么香港的经济会更糟糕 你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如果香港的经济更不好的话 你任何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你在香港 你都会受到伤害 最起码你家的房子都不值钱了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香港真的一旦被收归了 被收归了 就是一管两制结束了的话 美国也不给他任何优惠了 那么一吃同仁的话 香港我说这实在的 不见得有深圳有上海的竞争力大 香港现在有竞争力 还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一旦收归了之后 这个特殊性没有的话 单单你想就从地理位置来 跟上海跟深圳去竞争 我看优势不大 所以一旦你的竞争不行了 我当时我说 我说我看好香港的房地产 我认为哪怕有一些香港人 抱歉 有一些香港人移民走了的话 会有大陆人的填进来 然后继续炒房子 有利于香港房地产 但是我的这种前提 是在香港还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之下 如果一国一制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了 我还去那干什么呢 对吧 我去山镇去广州不就完了 我去香港干什么 对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我觉得要团结起来 都要意识到这个点 保住香港目前的地位 对任何在香港生活的 不管是香港人 还是移民过去的大陆人 都有好处 好吧 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